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什麼呢 剛才從我床底下 床底下要拉出這一盒 那這一盒什麼東西呢 難道是咖啡嗎 當然不是咖啡啦 那我們現在 打開來看一下 這樣很麻煩 要打光 又要講話又要拍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好了 就是這些東西 那今天呢 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個 這個是 浴水 那 大家所看到像這邊 大家最明顯是什麼 當然這一顆啦 還蠻藍的 蠻藍的 然後像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有點藍的感覺 不知道算不算藍光 我不太清楚 那 像這裡面呢 如果說 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獨立礦 它獨立礦一顆 一顆 這顆 這顆就是獨立礦 以前 我踩到的時候 這邊是有點受損 不過它天生呢 它體質很好 體質很好 所以不怕 它不怕壓 不怕裂 這是它的狀況 那 所以我在外面呢 戶外採集 有時候會提到說 獨立礦 獨立礦 在 外面大家看到都很小顆啦 那這個是比較大型 比較大的獨立礦 而且它帶點 帶點藍 帶點藍 藍色的 那其他顆 這種也是獨立礦 獨立礦 這個也是獨立礦 獨立礦 那我們現在稍微看一下 打個光 因為這樣 這個就是獨立礦 這一顆 這顆品質也不錯 幾乎沒有什麼列文 獨立礦一顆 那這個 這邊可能有 可能有一點點列文吧 但這一點點 根本沒有影響 它就這樣一顆 一顆 蠻大的 這個 這也是獨立礦 長的形狀比較奇怪一點 那這個 獨立礦 它的這個採集地 其實它 這邊的玉石 質地很棒 因為像這 本來這兩個是同一顆的 它同一顆 它被壓裂了 這個它被壓裂了 壓裂竟然 其實這顆也沒什麼力 它其實也沒有什麼力 它雖然兩個被被迫 變成一半 但是呢 裡面沒有什麼力 這個是 以前 這個 因為我打勾是以前分享過 這個 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也是獨立礦 那 裡面呢 有一顆比較大 是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呢 是我目前 採集到最大的 最大的 獨立礦 那下面 這個外面當然有一些 石皮 獨立礦 這是獨立礦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 我都沒有把它 送去做切割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 也蠻難得的 這種 應該要 就是把它留著 留著 當一個 一個標本來看 因為你要磨 很多浴水 很多浴水 很多浴水都可以磨 你沒有必要犧牲這個 這個已經很難得 你要把它 切割 把它殺了 這個 把它切割掉 我想沒有必要 這樣留著 不是很好嗎 那裡面呢 一些 還有一些 其他的 其他就很小啦 其他的小的 我就 不多說了 那其他只是一些 小碎域而已 一個小碎域 然後 這個好像是類似 類似這個 木化域的東西 好 那 那今天呢 這個 這個短片呢 就是分享這個 浴石 這個浴水 我個人一點 小小的收藏 那 剪這種東西 就是運氣運氣 那你有興趣找 總有機會 會遇到了嘛 以前我也不知道 我會剪到這些 那 所以也不需要去羨慕 那像這種 有的 前輩他們很多啦 只是說他們沒有分享 那 我比較雞婆一點 拍的影片 給大家分享 給大家看一下 那像這些 以前我都貼過 我的以前 部落格裡面 都有貼過 只是說現在我用 口語的方式 拍成影片 跟大家介紹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啦 那 改天有空呢 再看看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那再跟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這樣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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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